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薰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华硕的年度旗舰 27英寸的4K210核的QDO来的 它还支持杜比世界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ROG PG27U CDM采用了黑色的彩皮设计 打开包装,我们来看它的配件 包含了一条电源线 一条DP2.1线蓝 一条DP1.4 一条HDMI,一条Type-C 一条USB上行线 一个壁挂转接器 一个灯罩,一套绿片 一张屏幕清洁布 保修卡、贴纸和说明书 和外星人一样 ROG将教授报告写入了机器的内部 我们来看一下测试SRGB模式下的 色域、色准、色温和伽马 测试仪器是CA410 色温6500K 平均色准为0.2 教授报告的样式非常精致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这家和底座为免工具安装 底座拧紧螺丝 这家在卡紧面板本体 就是安装成功的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还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延续了ROG OLED设计源 四边窄边框 由于OLED的面板特性 它的上边边框最窄 整体协调性一般 底部、中央位置有T型的小下巴 设计有一个发光的ROG logo 用于替代传统电源指示灯 在小下巴的背面 还有一个五项摇杆按键 一个电源按键 和一个像素清理快捷键 底座依然是ROG标志性的爪形设计 较长的支撑臂 非常占用桌面的空间 这家底部配有ROG的logo投射灯 投射配件维持细式 如前面所讲 华硕提供了四根绿片 供玩家制定于投射图案 在底座上方 还有一圈红色的氛围灯 颜值很不错 前面的背面 依然是熟悉的小背包设计 这次华硕使用内置电源方案 虽然模具外观 和之前的PG32 UCDM是一样的 但从侧面来看 背包的厚度明显增加 内置电源的好处 是让桌面更加整洁 但如果出现故障 维修复杂 售后成本较高 这家方面 背部中央位置做了镂空设计 在升降滑块上 有一个发光的是Wave标志 高级感满满 这家功能性方面 它只是升降 扶养 水平旋转 和左右各九族的垂直旋转 整体的调式主力感非常丝滑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满速DP201 两个满速HDMI 2.1 一个Type-C 一个USB上行 三个USB下行 和一个音频接口 整体接口的丰富度 还是不错的 说明产品ID 我们来进入画面实测 首次点亮机器 会出现ROG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华硕PG27UCDM 采用了这块第四代QDOi的面板 是AR界面屏 与外星人微星光魂 接加为同款 相比雾面会有些许的反光 优点则是有更好的通透性 颜色艳丽 实际测试 SGB容积达到了133.91% PPI为166 字体显示 对比31.5英寸的第三代QDOi的面板 彩边和毛刺感有所减少 字体显示清晰细腻 像素排列 应是标志型的品质型 OS菜单方面 整体红黑配色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华硕在这台机器 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利用近距离传感器 可以检测显示器与人的距离 来判断用户是否在使用显示器 当检测了用户离开一定距离 显示器会自动吸屏 在最初的固件中 传感器设置的灵敏度过低 检测时间太短 机器有概率会出现误判 进入吸屏状态 在正常的游戏体验中 我们还真遇到过此类的情况 专注架枪 屏幕突然黑屏 映入眼帘的 只有自己的帅脸 在欣赏的同时 也只能寄希望于对面马枪 当然 话说后来 新版的固件 华硕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幅度延长了检测的时间 增加容错 降低了误判观频的几率 接着我们进入数据实测环节 首先是白平衡和摄温 硕上默认 以及两个摄域空间 都接近6200K DOV分别为0.0018和0.0022之间 没有明显的偏离 表现优秀 色域空间方面 默认为P3 拆探中还提供了SRGB的色域缩线 通过一切测试 SRGB色域覆盖达到了98.7% 平均色差0.92% 最大色差2.09% P3色域覆盖率为98.2% 平均色差0.76% 最大色差3.17% 亮度方面 在我们目前测试过的 27寸4K240Hz QD OLED中 只有华硕和技嘉 在常规SDR状态下 提供了ABL机制的开关 实测1%可以达到463L 10%APL可以维持到400L以上 从11%开始下降 直至50%APL窗口会跌破300L 全屏则为244L 开启均匀亮度后 所有窗口会锁定在240L左右 因此在常规模式下 无论是数据还是实际观感 华硕塞比微星 外星人以及三星要更亮一些 SDR亮度方面 游戏影院和控制台模式 都可以达到1000L以上的峰值亮度 表现优秀 SDR400模式最高为430L 亮度曲线也HDR游戏为例 1%-3%的窗口 可以维持到1000L以上的峰值 4%APL窗口开始下降 到15%会跌破400L 全屏则为243L HDR2 Black 400模式 亮度曲线更加平滑 1%-10%窗口维持到400L以上 之后亮度开始下降 全屏亮度一样为241L左右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液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全屏都维持240L左右 使用国标25公格次差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64% 全屏没有明显的亮度差值 表现非常优秀 先往到色温模式 通过尾色图我们可以看到 全屏色温在6,170K到6,299K之间波动 只有屏幕四边有轻微的变化 整体无论是亮度还是色温的均匀度 QD OLED都有着非常恐怖的性能表现 先往到全屏黑上 OLED纯黑的特性 不发光 因此不存在漏光现象 但QD OLED受的光线照射 屏幕会泛指 这会导致对比度下降 因此我们测试了 它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对比度数据 如图 整体和第三代QD OLED的基本相同 没有明显的差别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的最佳垂直和水平视角 在50度左右 肉眼观测 没有明显的视角衰减 表现优秀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调节亮度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平散频率与刷新率同步 平散波动深度为10.62% 同时我们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15L 此时SVM值最高为0.232 小于1 属于CIE不可见的范围 华硕还重点宣传了它们的黑科技功能 OLED防闪说2.0 我们来看一看是怎么个事 此功能一共有关、中、高三个档位 对应三个可变刷新率的最低值 关闭最低的为48Hz 中档位80Hz 高档位140Hz 华硕通过限制最低刷新率 让屏幕保持在尽可能高的频率上 从而减少平散的可见度 白点光谱方面通过一切测试 蓝光波峰在455纳米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9.29%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为2.1 80G满速 XMI同样为2.1满速 48G 华硕在菜单中提供的DP规格以及DSC选项 连接PC DP-21可以支持到4K 240Hz 10bit无损输入 主机端支持4K 48-120Hz 支持HDR杜比4G和自动低延迟 使用Type-C直连麦克 它支持4K 48-240Hz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但不支持High DPI Type-C还支持反向供电 最高20V 4.5A 也就是90W的供电 除以延迟方面 4K 240Hz的信号下 除以延迟为11.78毫秒 EUTF曲线方面 华硕在菜单中提供了4种模式 其中HDR Gaming和HDR 2Black 400接近 高度贴合标准PQ HDR Gaming在60-80的灰阶略微做了滚降处理 HDR影院模式 0-50的灰阶贴合标准PQ 从50灰阶开始做滚降 95灰阶开始贴合标准PQ HDR控制台模式 0-70灰阶大幅度压缩 低于标准PQ 70灰阶之后做裁切 贴合标准PQ HDR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太阳的实景下 所有模式太阳没有出现过曝现象 其中控制台模式亮度最高 为529尼特 HDR 400和游戏模式为400尼特左右 影院模式最低为378尼特 在海王小区块高光层景下 游戏模式可以达到873尼特 影院模式737尼特 控制台模式为597尼特 HDR 400模式为430尼特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整体暗部细节表现不错 岩石部分没有明显的细节丢失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得益于欧拉的原生10比特的色身 颜色过度非常湿滑 没有出现色彩断层现象 同时PQ2G UCDM支持杜比世界 整体观感和HDR10差别并不大 就在杜比柔和高光有细微的变化 HDR游戏的表现也如此 高光细节还原完整 画面色彩艳丽 但当画面暗部多的时候 仍然会出现细节丢失的情况 并且HDR模式没有开放暗部增强功能 游戏竞技体验方面 它原生支持240赫兹 实际测试没有调整现象 灰接响应方面 它没有配备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一切测试 平均灰接速度达到了0.327毫秒 属于是常见的OLED微秒级的响应 在运动响应时间的测试中 最高240赫兹的状态下 BT为3.315毫秒 通过观察UFO运动画面 背地后方没有拖尾 本体清晰度也表现非常出色 反应到游戏中也是如此 足以应付激励的FPS游戏 跟腔和定位更加精准 游戏功能性 华硕在这个机器上 并没有配备最新的AI狙击手 摸把地图助手等功能 只有基础的准心 按部增强和刷新率显示 略显遗憾 接着我们来拆机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地棒的表现 拆开机器 它没有配备金属屏比照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驱动版和电源版 我们先来看驱动版 主控I4是锐意的RTD2739 它支持满速80G DP201和杜比世界 性能非常强悍 下方有一颗锐意的RTS5450 支持Type-Z PD3.0 90W供电 Sycle的DP-OUT视频传输功能 由百利通PS3DPS芯片提供 USB上方RTS5411S 负责USB Hub传输功能 我们再来看TECOM版 主控为三星Display 两侧分别为内存和闪存颗粒 面板方面 形容为QMC256AA01-D01 面板的参数规格 和之前的31.5英寸基本相同 这里我们就不再过多赘述 接着我们来看华硕PG27UCDM的 实测数据方面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次注标计算 它达到了133.91%的SRGB容积 色域天地棒排名第97名 S电亮度方面最高为463L 亮度天地棒排名第36名 S电亮度为1013L S电亮度天地棒排名第38名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收工的百点测下 最大差值为1.45% 均匀度天地棒排名第6名 最后响应速度的测试 平均灰阶达到0.327毫秒 排名灰阶响应速度 天地棒的第27名 运动显示时间 在最高的刷新率下 BT为3.315毫秒 与同规格240HzOLED的同级 按照惯例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趣点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搭载第四代QDOLED的面板 拥有出色的亮度 色度均匀度和可视角度 0.3毫米的微秒响应 加上240Hz刷新率 实际的拖影和运动轻度表现 非常出色 2.PPI提升到166 实际的质体显示更加细腻 毛刺和彩片现象都有所减少 3.亮度侧率优秀 HDR模式同规格最高 HDR也有1000L以上的峰值 这次杜比世界 HDR实景画面优秀 ROG模具做工优秀 接口配置豪华 双满速加全功能Type-C 反冲90W 接着我们说下缺点 1.HDR模式没有对暗部进行独立的调教 部分场景会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2.QD OLED通命 屏幕会受到光线反射 表面泛指照度对比度明显下降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华硕PG27UCDM5的 全部的射手报告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视频之后还可以 希望您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